从来没有一个节目会在演播厅里面让大家吃火火的 有些人为了吃到好吃的东西 有些人为了做出好吃的东西 到底能够做出多么疯狂的事情来 那也挣一口吃了我们俩打起来了 熊老板活捉诺曼底龙虾 我可以抓他吗 看这个肚子就知道 他做的菜肯定特别特别好吃 怎么样 掉眼泪了 真的有 老板你吃的皱纹 你冷静一点 不行好吃的我想脱衣服 欢迎李宗伟 你喜欢打羽毛球 但有时候够不着羽毛球 要不你偶尔给人家夹起饭菜 就多吃点 你知道我不能吃辣 你叫我多吃一点 先把火气降一下好吧 我有点害怕一会儿会伤心到狐狐 你知道吗 中生听话声狼狐狐 你是狼我是羊 我怕你爸不喜欢我 想背着我搞对象 对不对啊 你说你这搞的什么对象 你怎么搞到狼窝里来了 给我回去 叔叔 听我解释 你坐下我慢慢行 我不是坐着呢吗 我站得起来吗 你爸太能嘚瑟了 正感情的那天我感冒不爱动腾 你爸跑到我爸拉他身腿 来 咬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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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吃一口就给咬掉了 羊肉买回来了 二斤羊肉 二斤羊下水 还有一个刚买的老腰子 我看 这不是我的腰子吗 就员工全体威胁疯狂 这么多的大插心 太好吃了 每一个都好吃 拆卸师冯静 今天是特意来帮宝哥的 我不会发现 我也不会发现 有的日理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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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少演 苏宁一够食的酒桌 吃心不感 精彩内容 猛烧来了 世界那么大 火小市场 上苏宁一够APP 搜实在种图 领现金红包 本节目由苏宁一够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这一刻更清晰的 全新拍照手机OPPO R9S 特约播出 让我们掌声欢迎大声国家 总老板徐峥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总餐厅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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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餐厅的生意真是太好了 对啊 今天又满座了 对啊 来了很多熟悉的朋友 来 坐坐坐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我是总老板徐峥 老板好 小宝经理啊 最近我们总餐厅 团队的工作状态怎么样 我们的工作状态 分担的认真 也非常的积极 但是呢 我们都挺好 没有想当老板的意思 你放心 我想当老板了 你觉得你能当老板吗 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在呢 我就还是当个经理 挺好的 老板 你的状态怎么样 不太好 为什么 我们那个餐厅的伙食太好了 吃胖了 老是偷吃 你问我那鸡腿 经常跑到厚厨去偷吃东西 吃完以后还嗷嗷叫 好好吃 对 那鸡腿没了 就他吃了 你还非得赖我偷的 别说了 你真以为老板想问你状态怎么样 老板这憋着裁员呢 看谁说话他不爱 听他就裁谁 知道吗 这个还说出老板心里话了 你看这孩子心眼也忒多了 跟您小子 没有任何心机 告诉你们 你们的状态好 才能服务好我们的顾客 对不对 对啊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尝尝 这个礼拜的主题就是 吃心不改 讲的是 有些人为了吃到好吃的东西 有些人为了做出好吃的东西 到底能够做出多么疯狂的事情来 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有没有 你知道作为一个湖南人 我提到这个事情 我现在胃还是辣的 讲讲看 小时候就大概七岁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晒那个朝天椒 最辣的那种 最辣那种 除了墨西哥辣椒 应该就我们家那一种了 而且你一边说一边 就开始咽唾沫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 你知道吗 我啪一把抓了 栽在嘴巴里面 那个嘴瞬间 就是一把刚刚晒干的朝天椒 哇 所以原先 长得根本不是这样的 嘴唇薄薄的 这一把就变成 Angelina Julia 我简直不算特别疯狂 我有那疯狂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一回 我记得一天都没吃饭 就憋着这夜宵了 夜宵我又点了一份 东北大拉皮 我想我吃吧 吃 吃拉皮我开心 我一使劲 这么一吸流 这拉皮直接进去了 这舌头流外去了 哎呦 我天哪 我看当时我嘴 就这个样子去了 我觉得我现在 到现在还没有火 我就因为那天 把舌头给咬了 哎呀 要不然哪有郭德纲什么声 咬完了舌头 嘴皮子还这么溜色呢 我骗骗骗 他属于自馋 我是属于他馋 你说 因为我们小时候 经济条件不怎么好 就是吃糖 得过年过年长吃的 平时想吃口甜的 太费劲了 有一次我们去山上玩 看玉米地里面 哎呦哇天呐 玉米地里面有个蜂窝呀 玉米地里有蜂窝 对呀 山根包米开子搭到一起了 他们在上面搭的窝 对 我的小伙伴们都要走 我说回来 我说那里面有蜂蜜 哇 怎么听怎么像熊大熊啊 对呀 对 光头强 但是我们没有衣服怎么办 蜂都会遮我们的 我说给我 我来把衣服脱给我 我把脑袋蒙上了 戴上穿上衣服 我把上面蒙得可颜色了 我忘了我穿那只大褲衩 蜜蜂遮人那个样子 遮人的时候 他是把屁股勾过回来来的 我的天 你们都还ok 我那个比较奇葩 真的很疯狂了 怎么疯狂 我应该早上啊 就是人家剧组给我准备的早餐 我来不及吃了 然后我就把它丢掉了 放在了垃圾桶里面 晚上回来我拍了一天戏 我实在饿得 真实在是没办法 再从垃圾桶里面 捡回来 拿出来 那个垃圾桶是很干净的 真的 对 他有个塑料袋 然后那个 不是 不是 垃圾桶还很干净 不是 开什么玩笑 没有 早饭是放在那个保鲜盒里面的 没有和外界接触过 只是变冷 你真的以为你晚上去拿的那盒饭 还是你早晨的吗 肯定是 刚从不知道发生了多少事 你早晨那盒扔那盒被别人捡走了 没有 你捡那盒是别人用过的 没有 所以你们知道我们拥餐厅的员工有多么好养 他们为了好吃的东西都做了这么多疯狂的事情 但是你看看都是些什么东西 辣椒 辣皮 蜂蜜 蜂蜜 还没吃着 还有垃圾 谁吃垃圾 工资的水平很低就可以满足他们了 我来告诉你们一个跟吃有关的最疯狂的一个事情 怎么是这样 原来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公子激送 它有一个特异功能 只要好吃的东西在附近 它都会食指大动 它那个手指都会论动 会论到内达 就像我们现在那个 探测器一样 各种美食点评 GPS 美食点评 估计就做什么 那个好吃的最终力 他跟一个好朋友呢 两个人经过宫殿门口的时候 突然他手指大动 他说今天这郑王肯定有宴席 肯定在做非常非常好吃的东西 果不其然打听了一下 从楚国送来一支大鳖 人家在顶里头熬那鳖汤呢 一大王八 然后郑王说 你不是测出来了吗 我就不让你吃到 就把这个汤让文武百官全部都喝了 到最后他自己也喝不到 轮到他们真的没有吃上 他想 这不是毁了我一世英明吗 他就做了一个动作 把手指头放到那个顶里头 站着那个汤 把那汤就喝了 郑王大怒我天哪你疯了 顶里的东西以前只能是皇上才能吃的 你把手指头粘进去 把我皇上当什么了 还得了 然后 马上吩咐人说把他宰了 结果 他拔出去了 先把郑王给捅了 就是为了好吃的 天哪 把一个皇帝给杀了 使君 所以就有了两个成语 一个叫吃吃大洞 还有一个叫燃植于顶 我的天哪 所以千万不要惹吃货 吃货疯狂起来很了不得 对对对对对 你是吃货吗 必须是 你会为了吃一口好吃的 去做什么疯狂的事情 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个餐厅排队排特别长 你会排吗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都会这样 而且你知道很多餐厅有时候 一排就排三四个小时 可能你中午十二点去了 到下午三四点才能吃上饭 最疯狂的是什么 他排这队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在买什么 一看有人站队了 我也要 对吧 但是真的 前一阵上海有一个那个阿大葱油饼 重新恢复营业了 他每天要排三到四个小时 对结果就黄牛都出来了 原来葱油饼只卖五毛钱的 卖到五十块钱 我的天哪 五十块钱一个葱油饼 照样有人买 上海话叫什么 叫敢脑吗 就是够热闹的意思 现在我们就在上海发现了一家 非常疯狂的餐厅 这家餐厅门口每天都排队 排到两三个小时 不知道谁愿意去嘎脑吗 我 我不入地狱 谁也入地狱 想准备入地狱是吗 老板 我去惹惹惹惹 好 那我们就派出隐震和麒麟 我们实在就处 准备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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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四十七 前方还有九十一桌 对 所谓有棚子远方来 归岳湖 对 然后我们大哥叫 徐征 讲吧 咱进去吧 你好 这边要排队的 我们跟徐征很熟 对 好不好 不好意思 咱咱诺巴黎 诺巴黎就让不进了 安徽就来讲好了 我们这边没有办法 我安排了 实在不好意思 你先不好意思 好吧 好 我觉得咱得想个主意 我去弄一金箱 嗯 然后咱俩一会儿跟他们点唱 先唱歌再给他们给这个秩序打乱了之后 我们就有机会了嘛 趁虚而入 对 咱们能尽早就能进去 快点快点 让那个号快点到 对 走 你看 啊 人多啊 人多好啊 人多我开始兴奋 各位 对 乡亲们 好像大家都等得很不耐烦 希望我们哥俩呢 能给大家在这个繁昧的时光 能带来一些个欢乐 所以说我们今天 准备 扮演一个人肉点唱机 大家想听什么歌曲随便说 对 你想听什么 哇 我呢 要点一首甜蜜点的歌 祝你们早日领证 百年好和 好 早生贵子 闲话少说 那咱们开始唱 分手快乐 好 行不错您好 希望你们梦想成真 真是啊 这是你的女朋友 还是你朋友的女朋友 是我的女朋友 你要真是你女朋友 就祝你们快乐 要真是你朋友的女朋友 就祝你们平安 对对对 希望你们希望你们好啊 亲爱的姑娘 你们想不想听一些歌曲 好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 曾经靠得那么近 变成你的主题 她会有多幸运 哎 谢谢 你们的好 还得比较早的话 可不可以 带上我们 带上我们一起去 带上我们一起去 好啊 还有九十几桌 还有九十几桌 你就当我 没说没说啊 谢谢 早说早说我们就不唱了 咱俩现在给他们都传一块 咱们的唱歌更热闹 都不能走了 你得想慢慢给他支走 咱唱半天没一个走的 咱那个上楼之前 楼下有一个那个沙龙 你看着呢 不行我上那儿 我找他们借点东西 我说现场干洗 你想他干洗 脑上都是泡沫 他就没法吃了 哦 这这就是 就是他不不逼不得已 就得离开这个地方 他一离开过时不后 这号就过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这恐怖 这是什么 瞧一瞧 看一看了朋友们 这是我们特意 从意大利米兰 请来的顶级时装 以及发型设计师 大家好 我叫安德鲁皮松 我们这东西是完全免费的 是 一分钱我们都不会收的 对这位小朋友 他看起来啊 就是还是脸上好像是非常不乐意 你看你看 身体已经很强 这个姑娘都 对对对 来来来来来 不要害死 不是 我们主要是这样的啊 我们呢 差点坐下 您是几号 我想洗完了 然后再进去 您想洗完了呀 哎呀那这个时间会很长 对对对对 我怕你女朋友等不到啊 对 要不然你跟那女朋友先去吃 行 不太好不太合适不太合适 怎么能这样的 正好行 你满意吗 我说他有泡沫呢 我们说干洗没说冲洗啊 对 干洗是免费的 冲洗要五千 对 你要冲一下吗 我回家了 谢谢了 从这个事件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真是 哎慢点啊 他这样都要去吃啊 我 那火锅里不能涮 麒麟啊 怎么做 咱们这事插不进去 你真的是让我 还耍小聪明都没好使 真是 他就不能碍我 吃过更比吃过馋 你受不了受不了 但是 你们折腾了几个小时 都没有吃到的火锅 今天在我们的窘餐厅里 是可以吃的 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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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大家上菜 你们今天幸福了 热气腾腾的吃起来 我刚才把那味就这个味 就这个味 哇 它上来了 多大一个 哇 坚勇啊 来 赶紧吃一口 人家这合适嘛 嘴上说不要 身体很诚实啊 你这是 約你们快吃快吃快吃 这味儿老香了 这味儿老香了 他们要你喂他们 要你喂 这幸福的 真的 从来没有一个节目 会在演播厅里面 让大家吃火锅的 赶紧吃 赶紧吃 这牛蛙特别好吃 超好吃 好吃 老板 经理 顾客们都说菜特别好吃 是吧 小宝 不好 我发现我们种餐厅里面 欢迎李宗伟 欢迎 李宗伟 马来西亚羽球一哥 世界羽毛球界四大天王之一 首个在羽莲总职赛 实现三连贯的球员 因其过硬的专业素养 可谓冠军梦想 痴心不改的精神 成为最受中国球迷喜爱的 外国运动员之一 欢迎 欢迎 我有点害怕 一会儿会伤心到无辜 你知道吗 是 而且吃的还是火锅 先把火气降一降 好吗 今天坐在这里不许打球 这是我们从上海 专门请过来的牛蛙火锅 小宝 你招呼一下我们客人 有家菜 我一定要招呼 特别开心 可以来到我们拥餐厅 我们这里的这个采访呢 跟其他不一样 其他节目的这个采访呢 就坐在那里讲话 我们这个采访呢 就是一般嘉宾来了以后 就一边咽唾沫 一边还得说话 对 所以我们今天特意 准备了一些这个问题 羽毛球的运动量 真的是很大很大 对不对 如果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 每天大概训练的这个量 要运动几个小时 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觉得大多数都是 每每天都要差不多六个小时吧 六个小时的样子 对对 差不多 就上下午吧 就是我们在早上练完那段的时候 会中午会休息一下 然后中午又开始训练 对 小宝 人家是客人 好吗 不是 我们把人家请到我们餐厅 你就一个人在那里吃 你好意思吗 不是 你不是 你就 我就试菜呢 好 你 好 他能看哪款好吃 那款不好吃 一会儿我推荐 再一个嘉宾来了 不能多吃 好 栏目组花弄多钱请来了 得多烙一会儿 你们先烙我先吃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个餐厅的这个风格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这个餐厅 是囧餐厅 小宝 你偶尔给人家夹 夹几块食材 好不好 喜欢吃青菜吗 OK OK 运动量这么大 所以你们是有一个 运动方面的一个食谱 对吗 对 其实不管是我们在 大比赛之前的时候 我们都会营养食 我们国家队都会安排 我们的食物 然后我觉得我们都比较安心 不会去烦吃饭的事情吧 对 真的是很有意思 特别棒 你喜欢打羽毛球吗 我特别喜欢打羽毛球 但有时候够不着羽毛球 这是我的一个特点 就是只要球够网 你就够不着了 是吧 只要是稍稍高一点点的话 因为我弹跳力不是很好的 是吗 就是这样 今天既然 来了我们稍微八卦一点 好吧 就是我们演艺圈里有很多吃货 我知道 想问我知不知道在运动员的圈子里面 有没有什么运动员是管不住自己嘴的 麻烦你不要用自己用过的筷子 没有没有 他我拍点他的筷子 我就比较不能吃辣 每次都在国外比赛吧 然后每次都想回到国内的时候都是忍不住 不管是想吃些什么就去吃吧 不能吃辣今天这个也挺辣的 吃辣的 是啊 吃辣给带坏了 我感觉李宗伟也是属于运动员里面吃货级别的 而且运动员呢 他因为运动消耗量特别大 他不怕吃 他吃再多他也不会像我们长胖 对 那你们为了吃好吃的 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有一次周六吧 然后训练完的时候就跟朋友聊天 然后我就说 没有我们现在开车回去我家乡 因为我从吉隆坡回我家乡冰城吧 就开车要三个小时 然后就跟了一般朋友开车回到冰城 就想吃了冰城的炒果条 炒果条 对对对对 我们我来自冰城的冰城 马来的特点 对冰城都有很多小吃 然后吃完过后就开车回来 对就跟一般朋友 然后因为很想回到家乡吃自己的小吃吧 但关键是当你吃到这一口的时候 真的是有一种 就是家的味道 家的味道 找一种家的味道 太棒了 太棒了 非常谢谢李宗伟来到我们的炯餐厅 那接下去我们的任务呢 就要回到我们的炯剧场 炯剧场 炯剧场 你瞅你像一个完蛋一样 你就是说睡觉 连个兔子你都抓不着 你瞅你一天天的 你看看你爹我 六十多年 我跟杨之间我不停地在追赶 我打下了今天这片天地 抠这个洞 我都抠的爪子都吐血了 干嘛呀爸 你睡着着呢 你又知道睡 今天你兄弟 领媳妇回来 你当哥的不表示表示吗 我表示什么呀我表示 爸你就是偏心 我怎么偏心 你给我们哥几个起名 你根本就不走心 怎么不走心 老二叫二郎 老三叫三郎 我行大我叫大郎啊我 你叫大郎你怕啥 你不姓我不就完了吗 什么名字呀 你那兄弟对象已经出二年了啊 啊干啥呀 你当的哥哥的一定要表示表示 啥心去 我去我不去 四郎去 四郎不探母去了吗 那让七郎去 七郎 啥啦 七郎死多少年了 哎呀行了爹行了爹还行 我去不行吗 快去 买啥呀 你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羊肉啊 对呀 扇的呀 越扇越好 行我买二斤羊肉 另外挑那老羊腰子给我来一条 羊腰子你也要啊 我就要吃老羊腰子 我去我去我去 那等着请我好爹 啊好快去回家 好 利索点啊 哎 让我孩子这也是最不幸的 别走 哎呀不行 行 哎呀我紧张 你别紧张 总会有第一次的 哎呀你是狼我是羊 我怕你爸不喜欢我 哎呀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我爸最喜欢羊了 一看见羊了就蹦的 一会你就看吧 可喜欢你了 爸我回来了 羊儿回来了 你看你看你看 妈呀 爸这个这个是 这个真懂事 回来还拎什么东西 我说好不是爸这个不是 不是啥 他不就是羊吗 不是不他 就那花钱了 爸我没花钱 没花钱你真厉害 黄花没损 你就给我叼个羊回来 不是爸 爸他是我女朋友 你过来 来上 你女朋友吗 对啊我准备跟他领证了 啥时候出的啊 两天前 你我弟吗 我没敢告诉你 我怕你接受不了 孩子 狼是专门吃羊的 你俩怎么能往块儿过呢 哎呀 爸不是 我都跟他住两三年了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吃的 那不是在热恋中吗 过二年过够了 一回头 筐丝一口给吃了 怎么办呢 哎呀 爸不可能 我跟你说 你这个思想太落后了 你看啊 燕子和老鼠相爱了 他们就生出了蝙蝠 你看 你俩能生出了啥呀 我俩 喜太郎 你这啥呀 哪跟哪啊 你爸肯定不喜欢我 我还是走吧 不不不不 我跟你说 我爸肯定喜欢你 爸 你说 你喜欢他 你看 你喜欢 特别高兴 来你坐坐坐 来爸 爸 来来来来 哎呀 给人露两句可喜欢你 是不是 行行啊 嗯 哎呀 你别哼气 嗯嗯嗯 说说好 哈哈 来 说啊 说啊 好 说点 嗯 多大了 嗯 叔叔 我24了 挺嫩啊 哎呀 爸你说什么呢 我爸 说你年轻 漂亮 是吧 说点好听的 多少斤呢 80斤 有点柴 哎 哎呀 哎呀 爸这条件反射啊呀 不是 我爸 我也问不出来别的 我爸 我爸的意思 说你太瘦了 得多吃点饭 谢谢 哦 谢谢叔叔 说得正确 好好 说得正确 那孩子 你善不 爸 哎呀 善好 有没有善味的香水 给我喷的 我害怕 哎 别害怕 不害怕啊 我爸啊 这个人呢 比较幽默 对 我爱开玩笑 月月 他特别喜欢 他毛长得 白白的 融融的东西 对对对 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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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喂 爸 啊 你在楼下 妈呀 这是妈 爹爹来了 爸 你听说啊 嗯 我看他长得不像一个混血 嗯 我估计他爸也是这样 你一会好好说话 行不行 你还没见过他爸呢 我没见过 我不敢见我 怕他爸看着我害怕 啊 你好好说话啊 行我尽量 我尽量 爸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你肯定跟踪我了 想背着我搞对象 对不对啊 以为我不知道啊 要穿帮了吧 我就是专门跟着你 来看到未来的孤夜 长什么样 你别碰你 你别 等等等等 你 你是 是我 你是 我 我是 是你 你怎么都哭了呀 他 他追了我六十多年呀 每天我过生日的时候 他就追我就跑啊 我从六十月开始追他呀 追了六十多年 今天还自己给我 送到窝里头来了你呀 啊 这我是仇人 你胆太肥了 爸这条腿就是被他啃掉的呀 孩子你别误会 那时候年轻 你爸太能嘚瑟了 这么赶上那天 我感冒不爱动腾 你爸跑到我爸拉伸腿来 咬我呀咬我呀咬我呀 我唱词一口就给咬掉了 你说你这搞的什么对象啊 你怎么搞到狼窝里来了 我错了吧 狼跟羊怎么可以在一起啊 给我混着 哎呀哎 叔叔叔叔叔叔叔 你听我解释 是什么回事 这事是误会 我怎么误会啊 你坐下我妈慢慢说 这根本就是 这什么坐下 你坐下我慢慢说嘛 我我不会坐着呢嘛 哎呀是 叔叔 站得起来嘛 不是 叔叔 你把我闺女带到狼窝里了 叔叔你听我 我还不能跑了 叔叔叔叔误我 你把咬到我的腿上 我爸 要怎么样啊 我爸吃素 不 吃素 你看他吃素 你吃素啊 你吃素 你剃什么牙呀 吃狮子也熟 籽也塞啊 你吃素 你们家为什么放上烧烤架呀 主题餐厅啊 烤韭菜 岁数大了 烤韭的补补身子 咱这边人院 那翻篇过去得了 你别往心里去 孩子的婚事最重要啊 我看我儿子挺喜欢 狼嘴里吐不出狗牙来 爸 我跟你 买回来了 二斤羊肉 二斤羊下水 好 还有一个刚买的老腰子 我看 这不是我的腰子吗 爸 前两天刚让一个狼 给偷走了 过来 你听狗 你找不着地 想吐的 抓不着的 你眼睛里啥也看不见 不是 你个玩意 住的玩意 怎么了 爹 你我看家来人了 哎 兄弟你出去了 一下子弄回俩来啊 怎么着 你别 你别 上手 走开 你这倒霉还护实 你看 过来 怎么 我一抓屁我给你掏开 那是你兄弟和兄弟姐妹 那是你兄弟老仗着 亲爹啊 对啊 不能我亲爹怎么能是羊呢 你这家伙你看这 你别上手 别上手 怎么不让动的 怎么就不让动的 让你动 你都说你不动了 什么 吐个跑了 你跟前你都不咬 这 这不要你动 你硬去捅过啥呀 他们全家都是要吃羊肉的 快点走 快点走 这门回事绝对不行 那个 去别 去别 我没说清楚 我买的不是羊肉 挂的是羊头 买的是狗肉 狗肉也不许吃 那个素啊 狗肉味的韭菜 对对对 狗肉味的韭菜 韭菜 太变态了这个食物啊 哎呀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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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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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咬你 没事 送给没事 没事 交给我 交给我妥善处理 没事 别跑 跑不了 跑不了 没事 爸 哎呀 你别 你就别跟他使劲了 你啊 爸 行了 你就别跟他使劲了 来吧 叔叔 得了 亲爹 坐这吧 亲爹 孩子你去买这水果去 你就坐到这儿来 不管啥你 安心心的 咱俩把孩子事啊 给唠一唠 等会儿 爹 怎么唠啊 亲爹 亲爹你哆嗦啥呀 我发冷 我全身发冷 脚冷 冷 好 来 暖和暖和 暖和暖和 来 来 脚冷是吧 脚冷 来 你让脚暖和暖和 你看看 都不就行了对吗 舒服吧 你看这我都准备好了 舒服舒服 这要开烤是吗 我告诉你我发现了 我知道了 他在你这毛有点干 他搭点水上 要帮你讨糊了呀 就是 哎呀 天哪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我就是嫁妆呀 你给我一句痛快话 你胆子怎么吃我 顿我 烤我 还猪我 你这老骨头老肉的 谁爱吃 咱就把孩子婚事 唠一唠 你就说你想要什么聘礼 你说 50张羊皮 50张羊皮 羊皮怎么能给呢 爹 人造葛 对 人造葛 假羊皮也不行啊 假羊皮也是羊皮 来点啥呢 工艺品的 纪念品的 艺术品什么的 羊头雕 羊头雕 不是 羊蹄子 羊蹄子 我的妈也没啥给的 要服装之类的 把你羊毛衫给他 不行 羊毛衫 你说羊毛衫 我想起孩子他妈了 哎呀 不是 爹 你怎么竟说点 那亲爹害怕的玩儿呢 那没有他 咱家也没有啥了 亲爹 你张嘴 你一直要啥 你要啥 我 我好好想一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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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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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了 我要你这口狼牙 把狼牙全部卸下来 然后钻上洞 绑在一起 狼牙绑 哎 我这狼牙都六天没说了 你不聊挺好吗 不好 哎呀 哎呀 爸 哎呀 你怎么了 你干什么玩儿 爸 你这是烤羊腿呢 没事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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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地温度 我就问你一件事 你是不是真心爱他 是 你真的打算嫁给他吗 嗯 哎呀 这傻孩子 爹真是难你 没办法 咱说说婚礼的事 对 孩子既然同意了 你看看吧 你咱能来多少 拌多少桌 拌多少桌 那得看你家来多少羊啊 我们全家加在一起 五十头羊 那咱一百头狼够了 啊 差不多 你看啊 我算一下子 五十只羊 一百头狼 平时那两个狼堵一个羊 什么意思啊 狼多肉少 是不是 不是 两个狼伺候一个羊 怎么伺候 就是两个狼 你得给当助理的嘛 伺候 行不 我知道 就是五十桌 对 一桌两只狼 一只羊 然后口全羊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多想 多想 肯定伺候 伺候 那你告诉我 吃什么 吃草 吃草 你快去 我告诉你 我要高原草 可以可以 高原草 高原草 那狼吃啥 吃羊啊 对对对 吃羊也是吧 我们不吃羊 谁吃 我 我大爷吃羊 我大爷好喝酒喝多了 耍酒疯 连我们都吃 对 对 你大爷咋那么虎呢 我 我大爷就是个虎啊 啊 你大爷哪儿的虎啊 东北虎 好啊 开什么玩笑 他们家不叫狼 不叫狼 就是虎 我不能走 不能走 这绝对不行 这门会是绝对不行 说 说 你咋样怎么着 伺候把你嘟嘴 嗯 我一个狼球 你这么半天了 你还不给面子 啊 你咋样怎么样 你再动一个尸身 你还咋样咬我 这么多年我都跑了 你再动一下尸身 我就尸身了 你们怎么当爹的呀 你 你太过分了 我们好不容易 抛弃掉了种族的骑士 可以在一起 三郎 我不要跟你好了 爸 你让我太失望了 我们突破了种族相爱 我最想生个喜太郎 你就不愿意答应我 我不认识这个地儿 我要和鱼适奔 适奔 爸 哎 孩子 哎呀 咋办 其实我认为孩子说的对 咱们这儿一辈子都恩怨呢 不能建立于孩子一辈的幸福之上 对不对 为了他们我可以吸收 为了他们的爱情我可以吃醋 你可以吃醋 你真的准备改口吗 我改口 可以改口的 我告诉你 没有仇恨就没有杀戮 是的 如果我们两家想要攀亲 必须约法三章 你定 从此以后 狼和羊不许相杀 是的 第二条 以后只许追逐 追逐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游戏 哇 好感人 我鸡皮疙瘩都欠 第三点 只有这样 以后我们才能够相亲相爱 说得有道理 好 我们去看电影 看喜羊羊回太郎 徐徐经验 看人家是什么相处的 那么和谐的 好吧 看怎么能做到一块 别了解走 亲天 二斤羊肉你烧着呗 我能吃羊肉吗 打掌啊 算了 这羊腰子你也留下吧 没事烤串吃 对啊 这什么 儿子 等一会儿走了 你把那火灭了 被我一眼照不到 你再把房子给拢着了 啊 儿子 为了一口好吃的 特别的不容易 我觉得吃货真的要感谢那些 在食物上面下苦功夫的人 啊 比方说 尝白草的神农 嗯 他们不尝我们怎么知道 那个白草能吃呢 对啊 还能治病 啊 对啊 还有那种 什么 第一个吃螃蟹的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胆子太大了 其实吃螃蟹这个故事啊 是很早以前 说大雨炙水的时候 那时候螃蟹多得都泛滥了 到处都是螃蟹 结果呢 就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巴蟹 巴蟹这个人呢 他想出来一个 炙螃蟹的办法 他拿大火啊 把这个螃蟹给烧了 结果烧完以后 发现特别香 打开以后发现 螃蟹能吃 这才发现了 螃蟹是特别好吃的东西 人间至上美味 以前在上海你知道 有很多黄包车夫 那时候大闸蟹很多 很便宜 在路边马路牙子上一坐 一吃二十几个三十几个 但是现在呢 一个上海人 平均一年可以吃 十二点五只螃蟹 关键是有些人 吃得非常专业 他一吃这个螃蟹 就能吃出 它的初产地 是在什么地方 阳城湖的北方的 然后这个阳城湖的 太湖的 在太湖里 还分更加细的这个品种 就一下就能吃出来 就能吃出来 就看你对这个 吃螃蟹这件事情 是不是执着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非常有心情来了 海派菜研究会的创办人 风收蟹庄的董事长 傅俊傅先生 欢迎陆老师 傅俊 上海风收蟹庄创始人 为寻找最优质大闸蟹 连续九年 发起全国和蟹大赛 当之无愧的品蟹专家 有很多人啊 特别喜欢吃这个 阳城湖的大闸蟹 阳城湖应该说是最最最最有名的 对 所以蟹肉是否好吃 取决于哪些因素 也蛮多因素的 最主要当然生态环境要好 水要干净 还有就是水里边要有水草 各个地方的湖区的水纹 地理情况不一样 养出来蟹就不一样 但是气候季节都不一样了 它出来那个蟹还是那个味道吗 对我们普通用户来说是不能辨别细微的差异 我听说老师您用一个很细微的小细节就可以辨别出大闸蟹 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地方的品种 它根本就不需要尝那大闸蟹 对 它只要一看大闸蟹的腿毛 它就能知道这大闸蟹是哪个糊的 那你看看我是哪个糊的呢 你是东北的 螃蟹自从人工养殖以后 就是只要生态环境好的有水草的糊 其实都有螃蟹 所以中国的螃蟹 从原来的长江流域的阳城河太湖 现在要到全国 北面一直到东北的辽宁 再到黑龙江都有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 现在在这个东北也有大闸蟹 对 内蒙也有 内蒙也有 对 新疆也有 伯斯腾湖 天山的湖都有 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吃蟹的需求量 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节目当中就来告诉一下大家 怎么样盲品大闸蟹 一起进入我们的实验厨房 哇 这么多的大闸蟹 大家发现没有 每个盘子上面都被编上了不同的号码 这五只螃蟹分别来自不同的产地是吗 来自江苏的最重要的五个湖 老板你一般最多能吃多少只大闸蟹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可以一直吃下去 宗伯 您老家有大闸蟹可以吃吗 其实是没有 以前来中国比赛的朋友 但我们就吃大闸蟹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吃了 一般一次能吃多少只 五只吧 五只 今天刚好满足你的胃口 对的 对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比拼 盲品大闸蟹比拼规则 主持人和嘉宾李宗伟 品尝各自面前编号为一至五号的大闸蟹 然后快速从这五只蟹中 分辨出哪一只是羊城狐蟹 我们上手吧 我们上手吧 等会儿 等会儿 我说实话 我到现在我扒得非常不专业 所以说我觉得我端到后面自己吃吧 我们安排了人了 有人可以帮你把蟹给拆出来 如果你觉得好还可以喂你 你妈也太好了 让我们掌声 有请我们的拆蟹师冯静 我不会发现 我也不会发现 我们在网上都有看过他的视频 小时候家里教我 吃完大闸蟹 还要把它拼回来 我们不需要复杂的工具 一双筷子 一把剪刀就可以了 又是一只完美的大闸蟹了 传说中的那一只大闸蟹 就这样吃完了 你会觉得很难吗 我鸡皮疙瘩起来 天哪 最重要你知道吗 他拆的那个蟹 拆完之后还可以是一只完整的蟹 就像没吃一样 你为什么会想到要来从事这样一份工作 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吃货 那吃货的专利就是把一个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开发成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所以我从午吃变成了闻吃 今天是特意来帮宝哥的 是不是就是说 拍出来的这个视频的时候 都是举止非常优雅 但其实不拍的时候 就死谁要在那砸 如果你选择闻吃的话 那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 什么样的场合和谁吃 你都不会非常炯的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今天带来的一个蟹八件 你可以把一个拆完的蟹 然后再拼回去 就像没有吃过一样 我的天 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试一下 我们的副老师要告诉我们 先从哪里开始 我们第一步就是吃那个蟹腿里边的肉 那好的蟹腿里边的肉呢 肉是很细嫩的 往来有甜味道的 所以还是弹牙的 先不需要战畜 先不需要畜 OK 对 弹性还不够 对 非常非常棒 李宗伟他一定是属于午吃的那种 嘎嘎嘎 嚼碎 他就给它嚼碎了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吃那个蟹的盖 那第一步呢 是闻闻那个蟹盖里的味道 蟹是有股天然的香气 随后呢 再吃盖子里边的黄 感觉我们今天准备的蟹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要盲品出来 真的是很难 因为我吃三号四号真的是非常接近 这两只都是磁蟹 还是三号更好一点 洛伟哥有吃三号吗 有啊 觉得三号怎么样 相比来说我觉得五号比较好吃 五号最好吃 对 天哪 宝哥你在干嘛 我在吃蟹啊 你这是吃蟹还是打结呢 你是把一个蟹窝给倒了吧 哎呀 怎么了 老师你刚才这样是不是很浪费 怎么了 你要干嘛吧 我们明明有冯进在你旁边 它拆完之后都能成一只整个形 你怎么 冯进吧 它扒得非常好 它是文吃人 但是我是一个武吃的人 老师您快评评理 只要吃出来哪个好吃就行 你觉得哪个好吃了 哪个好吃 对 几号 一二三四五 哪 哪 忘记排队了 哎呀 都混成一 我都毁成一排了 都给它 好像其实是这个 这个皮肤的好吃 但不到几号啊这个 大家都吃得怎么样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 郭麒麟 五号最好吃 我感觉这个味道是 必然是难忘的 宝哥你觉得哪一只蟹 是阳城湖的呀 我现在吃了七个蟹当中 其中有一个就是阳城湖的 你吃了七个 你是把谁的两个给吃了 隐正的它吃不了了 那问一下隐正 你觉得哪一只是阳城湖的 等会儿 我先把这个二吃一下先 我马上告诉你 它吃到二 我的天 一 你觉得一是阳城湖的 好 我也是觉得五号吧 第一个吃的五号 对 那接下来 我们最会吃蟹的上海人 我们的老板 五号呢 如果说选美的话 它长得是最好看 然后我觉得三号 虽然是一只瓷蟹 但是它带有油 从瓷蟹的品种来说 它质量是非常高的 还有一号的这只 这是弓蟹的那个膏啊 非常的厚实紧致 实际上只有一种 沾舌头的那个感觉 我比较倾向于 一号或者三号当中的一只吧 我们的老板呢 觉得要么是一号 要么是三号 接下来请我们的傅老师 来公布一下 到底哪一只螃蟹 上苏宁一购APP 搜实在种图 领现金红包 本节目由苏宁一购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这一刻更清晰的 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特约播出 接下来请我们的傅老师 来公布一下 到底哪一只螃蟹 才是真正的洋城湖大闸蟹 最小的那只蟹 就洋城湖 哇 最小的 我看看 三号 三号 我说怎么这么香 我说那肉特别的实 那个我刚才说了 特别香 我吃了两只呢 哥 洋城湖螃蟹天生就是长不大的 你在外面如果说 吃到什么半斤的蟹 四两的蟹 说洋城湖的没可能 洋城湖蟹就是公蟹 三两多 母蟹二两多 就小小的 那就是洋城湖蟹 好香啊 各位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看到一只蟹 很大 他说他好称洋城湖的 基本上可以打假了 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 我们看到那么漂亮的五号 却不是洋城湖的 它到底是哪里的呢 五号就是太湖蟹 就洋城湖的上游 因为它那边水面更开阔 水草更丰富 随后那个太湖蟹 就比洋城湖蟹 长得更大一点 更大一些 现在全国人民 是爱吃洋城湖大大蟹 其实全国的产量 百分之零点五都不到 真的有很少人吃到过 真正的洋城湖螃蟹 那我觉得那个 宗伟大哥来了 也不能白来 对吧 那么爱吃螃蟹 我们就把这个老恒合的蟹醋 送给他好不好 那当然 谢谢 你以后想吃蟹的时候 就记得来找我们 实在种族 拥餐厅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宗伟哥 也要谢谢我们的傅老师 谢谢我们的美女拆卸师 冯敬 我注意到 我们拥餐厅里的时刻 已经不行了 有口水了 口水已经流到这里了 刚刚吃到火锅的顾客 请千万不要沾沾自喜 因为桌子上没有火锅的顾客 我们将奉上 清蒸洋城湖大炸蟹 伙计们上菜 来来来来 这个是真的洋城湖大炸蟹 狼头肉少 吃过火锅的人就没有了 来你们烦 你知道为什么我端盘的吗 因为我不想分 对 我都看出来了 吃吧吃吧扒给吃 过不过瘾 要么你现在还会觉得 吃大炸蟹是一件很矫情的事情吗 确实很好吃 尤其是拆蟹时给我拆的 你们不知道 螃蟹配美女那种滋味 真的是 其实我觉得宝哥说的就不在理 那是什么 他这人太怕麻烦了 一个合格的吃货就不能怕麻烦 老话怎么说的 那就食不厌精 虽然说是吃这个大炸蟹 但是蟹的两头连接着两种人 一种人为了吃蟹不顾一切 另外一种人为了做蟹 精益求精 正是因为有些人呢 他这本着一颗为吃货谋福利的匠心 才把美食当成自己的事业 因为有这样的人的存在 才会有我们的美食之福 对不对 老板你说的太对了 我觉得美食真的会让人幸福 我们吃的那么幸福 所以与此同时我们更要感谢 带给我们这种幸福的做美食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一家餐厅 主厨呢是一个老外 无论是老板还是店员 对食物的苛求 那种对细节的追求 几乎已经达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 你们谁愿意跟我去 老板还是那句话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什么老入地狱 我们实在就处 准备出发 先生您好 我两周前在这里预定了 秘密桌 知道的 知道的 然后给我们这边请 什么秘密桌 什么是秘密桌 秘密桌就是完全以主厨的意志 魅力和个人的实力 所向你展现的 跟外面做的这个餐都不一样的 每一道菜都是精华 吃就是 那见识一下 跟我这边请吧 对 大哥那个shift table到底是什么样的 哎呀我就告诉你了 VVVVIP 超级豪华 这里已经很不错了 他那个shift table 哇 太棒了 怎么样 我想在外面吃饭 傻瓜 这是shift table 主厨餐桌 什么什么 在厨房里吃饭 好不容易来一次 你看我都穿 所以你不要老土 对于我们真正的吃货来说 shift table 如果在厨房里面 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什么荣耀 很多油烟的味道 只有真正的吃货 和主厨的朋友 才可以坐到这边来 在这里可以跟我们的厨师 最最亲密的接触 可以看到他们整个做菜的这个过程 那很高大上 当然了 那以后是不是可以带女朋友来 当然可以 如果你带女孩子到这里来 他直接带我女朋友了 女孩子会很感动 好吗好吗 请坐请坐 谢谢谢谢大哥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 认识我们这里的主厨 两位请稍等 我现在就去请我们的主厨 好好好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Ricardo Yes Welcome Thank you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这就是我们这里的主厨 Ricardo 怎么样 怎么样 看这个肚子就知道 他做的菜肯定特别特别好吃 是是是是 有没有 Please Please I will see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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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I have a menu Of cours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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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ft table 是没有菜单的 主厨根据食材和他每天的心情 为你安排好一切 So please Let me take care of you tonight Okay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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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much Oh So here we have the scallop from Norway 啊 挪威的 Finn Carpaccio Citrus emotion a little bit salad and searching from Hokkaido 挪威的山北日本的海胆啊 会这么远的距离 他们会跑到一起去了 啊 让我们来开动吧 嗯 有没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哇 你掉眼泪啊 真的有 真的有啊 我现在感觉我已经到海里去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整个海洋在我的嘴里 整个海洋在你的嘴里是吗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两周之前你就预定了这个餐厅 然后你还带我来 你到底有何居心 嗯 这只能说明我有多爱你 啊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店里面其他 比如说经理啊 哈哈哈哈 我带小宝吃饭 那就是一种尴尬正犯了 他看任何东西都会想起他们家的算片啊 就在核对啊 站住啊 对对对对对 小宝哥嗯 忘掉你的第三仙 ok 哈哈哈 这一家餐厅的老板名字叫bombana bombana被称为是白松露之父 每年黑松露的产量全世界是35根 然后白松露只有三顿 所以你就知道白松露有多珍贵了 那欧洲人看到白松露是像不要命一样的 有很多富豪 他们拿到了这个白松露以后就专门 交到他们的餐厅来让他们来处理 否则的话就糟蹋了就浪费了可惜了 第二道菜据说是白松露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那看看 家姨哈喽 哈喽 你好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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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好 你好 幸会 我们可以目睹您在这里亲自做手工一袋面条 对对 这种是什么 这种的话叫做卡巴特里 有点像挖的意思 好可爱哦 对对对 因为我们要这样的话 料不容易包裹进去 如果我给他挖了一个小洞的话 你看看这样子是可以填进去的 这是传说中的 对 你看 这是传说中的猫耳朵 对不对 这么小小 Q弹可爱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两个指头 两个指头也可以 你要不要试试看 来感受一下 两个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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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笋一样 不是 你就这样包了好像一卷起来 所以你每天是要花多长时间在厨房里面 我们至少八九个钟头 八九个钟头 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一用 而且我们意大利面呢 它的种类非常多 感觉这个面是非常这个Q弹和精的 它用的是原材料是意大利的面吗 我们都是从意大利的进来的 杜兰小麦硬枝的 杜兰小麦 硬枝的 就是密度更高一些 对对对 然后精到的那个度也更高一些 对对对 那基本上很难揉 手上还是要有一个劲 对对 我能看看您的手吗 你看我现在手都没指纹了 对啊 没有指纹了 不是 对对对 就是因为长肌的这个搓揉面的嘛 因为你看有的时候是用一个指头 有的时候用两个指头 有的时候用到三个指头 我们左手右手一起来呢 更快 时间上更快 对不对 速度更快 天呐 手上指纹没有了 过海关都过不了 它的食材用的不一样 它的做出来的形状就不一样 也都不同 也都不同 经过这个爱心 你的心 缠到这个动作的话 就不一样的感觉 你跟一个水 机器压出来的 跟一个水里面 煮出来的 完全不一样 是是是是 对不对 哎呀 英正我现在感觉已经有点不行了 我迫不及待想回到餐桌里面 要去感受一下 吉娜在桌面的时候 在里面传递的爱 对 对了 对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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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吉娜 哇 看上去是是一个混合的一个海鲜面了 这里面有一些什么食材 this is a cavatelli hand made with a lot of seafood we have a crab from Alaska we have lobster we have a king from japan and siracin as well 啊 那一定要尝一下 看上去好像还蛮大的啊 好大一颗白松露 看到没有 哇 你闻闻一下 哇 哇 shave on top of this the and made the tarjoli man i try it man i try man i try 嗯好香啊 给你尝一口 嗯 ok 吗 哇 哇 那个奶油蘑菇汁是不是这个是 有蘑菇汁 有蘑菇汁 黄油 来 啊好厉害 嗯 大哥你吃的皱纹都出来了 大哥 你冷静一点 嗯 啊我也来我也来 嗯 我来 我真的舍不得开口说话呢 又香气会飞出来 我不想让那个白松露的味道从我嘴巴里飘出去 哈哈哈哈 哇哈哈 您这样的要全部卷在一起了 哇 这个这个这个厉害了 这个厉害了 啊 我宣布减滑减肥计划 减滑 哈哈 减肥计划 战告段落 我老板已经好吃到你无伦子了 哈哈哈哈 你吃到别人非常 用尽全心全意 来给你做出来的这个美食的时候 其实那个情感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shardonnay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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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我们西西福送的一个传统的一些西西里式的那种小甜品 哇哦 so we have a classic Sicilian carnolly 真的好吃啊 有杏仁的那个香味的 对 所以你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 其实一个真正用心的一个餐厅 其实它是很多地方的用心 是体现在它的细节上 细节 它挂在墙上的那个照片全部是跟美食有关的 嗯 而且整体的装修风格很低调 低调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们的桌布全部是运过的 才铺上来的 嗯 放在桌子上面 它那个油醋 都是都是西西里带过来的 真正用心的餐厅就是这样 就是不管是从做美食的人 还是品尝美食的人 都能够体会到那种真正的 痴心不改的 是 这种精神 是 谢谢 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Vicardo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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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ardo 哇 哇 哇 单听怎么样 我觉得他的老板很了不起 哎呀 员工也是哈 你看捏那个猫耳朵 能把手中那个指纹都给捏没了 这真是我的天哪 我就觉得怎么捏它也没有饺子好吃吧 哎 宝哥真的 就我也特别爱吃饺子 但是我吃完了那个猫耳朵面之后啊 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 你看捏那个猫耳朵 能把手中那个指纹都给捏没了 这真是我的天哪 我就觉得怎么捏它也没有饺子好吃吧 哎 但是我吃完了那个猫耳朵面之后啊 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惊为天人 而且他们家不单只是那个猫耳朵形状的pasta 他们还有一些小饼干什么也是非常的棒 我的天 其实爱吃的人根本就不交相 特别的容易幸福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身边所谓的吃货朋友 因为他们真的很可爱 我们所有有爱的人都是蒙蒙大吃货 吃货做到了极致可以为了一口美味等待 为了入口的那一秒钟的久久回味 为了吃货某口福的人本着一颗匠心 每一个细节凡事做到极致 人生就在一粥一饭之间 如果我们没有这份吃心 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幸福的瞬间 是的 吃心不改 而且吃的幸福吃的很难忘 尤其在这个今宵 那是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 好 现在来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尝尝 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的年夜饭 红烧肉 烤乳猪 毛蟹炒年糕 小尖炖蘑菇 广东的白切鸡 苍青的辣子鸡 有个人直接就上天了 感谢收看尊敬一道 《十在总乎》 欢迎登陆优酷爱奇艺PPTV观传节目完整视频 感谢网易新闻客户端 新浪微博 新浪娱乐 新闻新闻客户端 网易娱乐 红讯娱乐 搜独娱乐 搜狐新闻客户端 正常娱乐 凤凰新闻客户端 光红网 新华网 新热头条 SAC新闻等中台 对本来的大力支持 欢迎登陆微博 《十在总乎》观看节目 精彩短视频 世界那么大 我小吃超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